好,在講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先來做個市場調查一下 來,在座你有孩子的舉手 好像...沒有喔 沒有人有孩子 沒有人有孩子 還是有人不想承認有孩子 然後呢 在座有聽過實驗教育三法的舉手 實驗教育三法 好 後面也有人舉手 好,所以說我可以隨便亂講 其實來講呢 我現在目前是我們AAM光點教育的計畫主持人 然後其實來講 進入到教育圈裡面 其實來講 是我五年前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做教育的這一塊領域 然後特別是在做教育這塊領域 我不是在做體制內教育 所謂的體制內教育 就是所謂的現在的公立學校 或者其他學校一樣 我們是做體制外的教育 對,我們是讓孩子 就像我們上面說的 從玩學中學習 更多的自獨的學習 還有跟保有學習樂程 這是我們要做的 讓孩子可以在學習當中 找到他的自己 甚至說到他國中 他高中的時候 他可以從認識自己 我是誰 我活在這世界上要做什麼 到了高中的時候 他能知道說他未來的方向是怎麼樣 整個的脈絡下去 所以我們希望說幫助孩子是 帶著他的力量是往前走的 所以說呢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來講 這就是今天的分享 但是呢 想來講 很多的人都現在 其實來講 台灣人教育 其實來講 被開拓了很大 所謂的實驗教育三法 下一張 是 其實來講 我們 我現在回頭 先來講 我們的整個基本的資料 其實我們 上面的現在是最新的數字 我們學生的數字 只有四個人 然後 四個人 然後家庭數呢 也差不多四個人 教 辦學教師呢 全世界的老師 其實是 這邊要寫兩個人 然後 一個是我 另外一個人是 另外一個是 願意負責協助的家長 然後 其實我們辦學的預計呢 就是按照 去年11月份 台灣 修 台灣 迅速的通過 實驗教育三法 所謂的在家自學 團體自學 跟機構自學 或者公辦名的學校 或者 一般的學校 要引進 新進的 教師資源 所以說 我們 他所設立的法 其實以前 在這個法之前 所有的在家自學 都是非法的 對 然後 我們也回到 教育選擇權 讓家長是 因為家長 富有 輔導之子女的權利 所以他是 可以幫助孩子 選擇最好的教育 然後來參加 學校的教育 好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們是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推動 其實來講 這裡呢 其實來講 是一群 一小群 父母親 他們開始一起 共同組織的 走向學校在窗外 對於學校有不同的認識 學校的方向 學校的圖像 不是只有在 傳統的考試裡面 傳統的讀書的方式裡面 是走到很多的 不同的層面當中 去想想 想往的 所以很多的時候 其實來講 我們都是在 我們 我們 經常說 其實來講 我們真的是 很像蜘蛛網一樣 不斷的去結 不斷的去結那個網 然後去構出來 原來 我們想要的 教育型態是這樣 大家一起來做 所以說很多人都說 你們是什麼樣的團體 有人說我們是體育之外 叫做未承認 有人說我們像生理小學 對啊 每天就很開心 有人說我們是 勇氣學校 為什麼要講勇氣學校 因為你很多的事情 你都要跨出去 不論孩子 或者家長 所以說有人說 我們是科幻經班 我們自己也承認 因為呢 其實來講 我們主要是 讓孩子 安心在這邊學習 陪伴孩子 讓孩子 受到很好的教育 這是我們所要做的 所以我們不斷的 在這個體系當中 在這個 這個機構裡面 我們不斷的 是把人 聚集在一起 因為有人 才會有制度的產生 有孩子 才有學校 我們希望把孩子的 學習熱誠帶到 是保有的 是keep不住的 下一張 所以說我們強調的是 人是 就很像這邊寫的 最下面寫的 地球整個表面 包括所有的生命 構成一個自我的 調節的整體 這就是所謂的概念 這很抽象 但是我們要回歸說 人就是有機體 人就是一個 不是單細胞生物 人是有機體的 他可以有思考 有思考能力 有獨立的空間 不斷的創新自己 所以我們把孩子 認定為是一個有機體 我們要帶領孩子 是他可以自己創造 很多不同的空間 他可以適應整個台灣 整個環境 所以說我們帶他走到 所有的城市裡面 他可以看到很多的東西 下一張 而這是我們的DNA 我們不斷的在人的架構底下 我們不斷的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制度底下 我們很多的時間 我們都在分享 所以我們很著重 在美麗的沉澱分享當中 我們很著重的是 生活的學習 所以你看我們的課程當中 設計四大節氣 春夏秋冬 按照節氣過生活 這是我們要讓孩子 重新的體會 二十四節氣 一年一座山 一年一條河 有人說 為什麼不要一年四座山 可是我們要讓孩子 從步道當中 從大山當中 去體會當中 大這座山要告訴我們什麼 一年當中 他就是走這片山 到他六年級的時候 就到嘉明武林 他的畢業證書 這是我們的孩子 而我們也要讓孩子 從旅行當中 不斷的去學習 而我們也有很多的 在實驗的型態裡面 各城市的親世溝通 父母的讀書會 現在我們的父母讀書會 有一批的家長在讀兩本書 一個是阿德勒的拋開過去 另外一個是讓天父自由 他們重新認識自己 他們重新被活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 家長合夥人的心態 下一張 直到去年 其實來講 在期末的時候 我們就在分享 我們跟家長在討論 什麼是學校 什麼是學校 什麼是孩子 這兩個方向 其實來講 學校我們不能說 它有很完美的架構 但是它有存在的價值 我們也 我們在做教育 其實我們自己 在做這種體制外教育 我們不能去 我們老實講 我們沒有辦法去否認 公立學校 所謂的傳統級學校 它所存在的價值 它有存在價值的意義 沒錯 可是我們是要做到 公立學校 沒有辦法做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存在的價值 所以說我們也在討論 到底孩子是什麼 我們回到 我們當帶領家長 來讀這一本 這一首詩的時候 我們就說 最後一句話 就說你們是公 你們的孩子 是從懸上 發出來的神明見識 孩子是隨時預備好 要被發射出去的 當我們的孩子 其實我們的孩子 現在在訓練 我們幫他們 帶領他們 開始 他們真的很有 很有power 我們帶領孩子 開始慢慢的 有一個 一個訓練 就是在騎腳踏車 十公里的挑戰 這是小一的孩子 騎十公里 這是我們自己在做 因為孩子 有很多的爆發力 對 這樣 而我們要做到的就是 要陪伴孩子 去開展他自己的天賦 我們讓孩子 去自主的學習 把教育的關鍵 要還給孩子 而且我們也把留白的時間 更多的留白時間 去發 讓他孩子去發想 去做創意 我們花更多的時間 是跟孩子在對談 所以說我們的 所有的課程裡面 全部都是在跟孩子對談 對 下一張 接下來呢 剛才講的真的是有點快 這九分鐘不夠用 因為其實來講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我們跟孩子的對談 跟父母親的對談 甚至說我們這禮拜 真的是很多的對話 都在裡面當中激盪 這是我帶孩子 這一群孩子 他們現在是小一的孩子 我們帶他們去種田 然後我們帶孩子去體會 什麼叫泥巴 可是他們就問我 老師採泥巴的感覺是怎麼樣 可是我答不出來 我說 我就說 我就在回想過去這一段的日子當中 我就回想這一段的時候 我特別把一段的文字記錄起來 這樣 好 先幫我換一下 好 然後呢 他就講這樣 音樂幫我一下 好 他就說 在課堂上 你問老師說 踩在泥巴上是什麼感覺 在戶外時 你問老師說 踩在泥巴上是什麼感覺 我也好不猶豫回答說 我們一起去踩泥巴 我們一起分享 想像踩泥巴的感覺 當還沒踩下去 你說會不會冷冷 我沒有回答 當我們一起去踩的時候 我看到你的笑容 我問什麼感覺 說無聞的 當你踩下新的一步時 說老師 泥土是軟軟的 可是我快站不住 但你也笑笑的跟我說 親愛的孩子 當你問我說 泥巴是什麼感覺 是 我無法回答你 當你回到 稻田裡的泥巴 而我們一起走時 你知道了 這就是踩泥巴的感覺 孩子 雖然我不能告訴你 任何感覺 當你用心去感受時 那就是真正的感覺 孩子 雖然我不能告訴你 踩泥巴的任何會發生的事情 當你笑著對我說時 不斷的去走向下一步時 我知道了 我不再擔心你 我更放心與安息 讓你去快樂的踩著泥巴 即使跌倒 你知道我們都在你旁邊 陪著你一起踩泥巴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這就是我們不斷的 把教育還給孩子 把教育的選擇權還給父母 但是我們不能說我們是完美 在完美底下 我們只是做我們自己 該做的本分 即使大環境不斷的在變動 不斷的在衝擊著我們 但是我們安身寧定的 要陪 我們就是努力的 甚至說 帶著我們自己的熱情 我們的盼望 努力的陪伴孩子 學習 不斷的讓他帶著盼望 是喜歡每個人 學習的每一天 這就是我們 然後也歡迎你們 可以再上我們的臉書 我們叫恩光點教育 All National Childhood Invitation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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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